两个孩子一间房 常规卧室长2.8米 宽2.6米 老婆一不小心生了个龙不开 家里只有一间房 常规布局瞬间就摆满 真的很拥挤 不如这样改 合理利用尺寸 一 几根方管做框架 几根立柱支撑 横竖交叉焊接更老不 再找二舅妈借几块钱 买几颗膨胀螺丝 把它狠狠地固定在墙里 外包环保布实面 滥用一百年 就算二舅妈家的挖掘机 在上面才做 这个钢架床都闻死了 铺上松松软软的床垫就是床 床头几块木板做床靠 睡觉才舒服 装个灯带颜值高 床边挖个洞 文学书籍随便放 养成睡前阅读好习惯 床边留个插座 方便手机充电 石膏板隔墙划分区域 当遇见修行回来的老 一步打斤就把这种装置打住 那就干脆一步做二不休 装个双层玻璃推拉窗 隔音效果好 踩光墙 里面装个窗帘 隐私墙 二 再找二舅妈借一堆红砖气味道 不要的建筑垃圾做回田 浇灌水泥沙浆 再找二舅妈借个压力机 把水泥压力 铺上环保护地板 就是床架 再到网上买个松松软软的床垫 靠墙贴软包 睡觉才舒服 靠墙坐书桌 孩子年年轻松拿第一 旁边几个抽屉做台阶 下面抽屉放袜子那一步 上面存放女儿的包袜 再找二舅妈借个铁钉卡 把飞成重墙 利用洞口做个柜 上面放过鸡背乳 下面挂女儿漂亮衣服 空间超级大 关上玻璃柜门颜值高 下面装两个改变灯 起叶不摸黑 门靠左衣 旁边做个高柜 上面存放不常用物品 关上门档灰尘 下面三门搜索 存放两个孩子进门回生衣服 打小就培养爱干净 结得好情况 中间留个空格 挂两个孩子进门换下的衣服 旁边延伸做书桌 全家的希望就靠她 上面做吊柜 世界名著随便房 关上玻璃门档灰尘 床尾做高柜 衣服裤子被入分类房 关上柜门档灰尘 这样姐姐也有独立的休息区 学习区 弟弟的空间